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北京时间4月20日,奇才战胜雷霆后,战绩和公牛持平,目前两支球队都排在东部第10,华盛顿奇才的季后赛目标越来越有期望,最近8场比赛,华盛顿奇才赢下其中的7场,要说最大功臣必然是维少,维少在今日, 战胜雷霆的比赛,又一次拿到三双,维少全场比赛,得到13分11篮板,17助攻的大号三双,虽然命中率一般,但是他在场上,一次次突破分球,为球队梳理进攻,本场比赛结束后,维少的场军,助攻次数反超篮网巨星,詹姆斯哈登,排在全联盟第一位,打了大半个赛季,球迷发现维少才是华盛顿奇才,真正意义上的领袖, 虽然华盛顿奇才,拥有得分王级别的球星,布拉德利比尔,但是论场上影响力,他远远不如维少,维少是一个,进攻发起者,他的投篮状态,很一般,但得益于,自己的突破能力,维少可以,轻松撕裂对手的防线, 这种情况下对手,必须选择,是协防维少,还是不协防维少,如果不防守维少,维少很可能完成一个,漂亮的终结,反之,维少就会迅速分球,助攻队友,华盛顿奇才,也为维少配备,足够好的进攻环境, 外线有一众射手,迪尔的接球投篮能力,更是了得,各式各样的干扰,都不在话下,能稳稳将球命中,有这样一群队友在身边,维少的触攻次数,自然水涨船高,他的进攻,也更有危险性,说回维少的个人进攻,维少进攻效率,偏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 本赛季他的投篮命中率,不过44%左右,相当一番,但是,维少绝大部分进攻,都不依靠队友传球,完全是个人担打,这很考验,球员的个人能力,维少的个人能力,一直是联盟顶尖,2016-17赛季,维少硬生生用个人能力打出了一个场,均31加10加10的赛季,来到华盛顿奇才,虽然维少,不能和当年相比, 但是他的进攻意识,以及手段还健在,之前战胜,绝世和醍醐的比赛,维少在关键时刻,挺身而出,用个人能力,完成得分,他的单打,让对手无可奈何,更重要的是,维少让华盛顿奇才,这坛死水,活了起来,上个赛季华盛顿奇才,也是以进攻为主,但是,没有套路和章法,大多是比尔一个人,单打独斗,一旦手感不好, 比赛基本,胜利无望,维少来到,华盛顿奇才后,利用自己充满活力的打法,给华盛顿奇才,注入一针强心技,他的突破为外线球员,创造不少机会,相比上一位,华盛顿奇才球星旺,维少的个人,能力明显更强,在维少的带领下,华盛顿奇才的战绩,越来越好, 这也许说明维少,是一个出色的领袖,最后一组数据,领袖就要在关键时刻,挺身而出终结比赛,维少本赛季的关键球命中率,也排在联盟前列,场均得到4分,排在全联盟第10,关键球命中率,高到56%,有维少在,华盛顿奇才就有希望,搭上季后赛的末班车, 维少依然是那个,一注晴天的维少,这也难怪,在最近,杜兰特接受采访时,主持人让他列出,生涯前5队友,杜兰特也是在一开始,忘记维少的情况下,后来经过提醒之后,把维少排在了第4位,比勇士队友克莱,还要高,要知道,从结果论而言,克莱可是帮助杜兰特,拿到两座总冠军的男人,但这也从另外,一方面表明维少的能力, 得到了杜兰特的肯定,他的精神属性,他的球场作用,甚至比数据体现的,还要多,各位球迷朋友,你们如何评价,维少本赛季的表现,他是否是一位,优秀的领袖,能否带领华盛顿奇才队,重返季后赛,并在季后赛中,有所作为呢,欢迎在文章下方,留言评论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